美股不缺新鲜事 大家好,我是阿吉 欢迎来到美头看新闻 hello大家好,我是阿吉 这周的市场有很多重磅的事情要发生 除了众多的财报以外 还有周三的美联储利率决议 和周五的大非农数据 这些都会给市场带来很大的改变 果不其然,周一上来 市场的风向就出现了变化 导致三大股指结束了之前的反弹 纷纷下跌 其中,纳斯达克继续受科技股拖累 下跌了1% 标普500则跌了0.75% 那么,是什么消息让市场的情绪又变了呢 等会儿,阿吉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板块方面 今年只有能源板块上涨 涨幅为0.6% 其他板块都下跌了 其中,通讯交流和科技板块领跌 跌幅分别为1.67%和1.34% 除了关注美国的市场转向以外 日本方面又有了动作 这能够解除日本最近的经济混乱吗 除了日本 股王苹果也爆出了一大风险 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市场的情绪是风云多变的 不久前 投资者还在期待美联储转折 能够放缓加息的步伐 这也促成了市场的反弹 结果捉摸一篇新的文章 又把放缓的期待给浇灭了 那么这次市场的关注点在哪里呢 对于周三的美联储立会 又有什么预示作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昨天,华尔街日报的首席经济记者 Nick报道称 利率可能会更高 也可能会更久 这是因为美国的消费者 还是太有钱了 美联储之前的低利率 疫情的封锁和政府的救济 都让美国人的存款率创了新高 根据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估算 美国的家庭在2020年疫情期间 至2021年的夏天 总共累积了2.3万亿的存款 而到了现在他们还剩1.7万亿 仅仅花掉了26% 有部分观众可能会说 疫情期间政府的救济措施拉大了贫富差距 如果钱落在了有钱人的手里 可能对需求的影响不大 给低收入群体才有用 而美联储也深知这一点 他们专门估算了中下阶层人口的储蓄情况 而这个测算就让我有些震惊 测算显示 美国中下阶层的人口 还剩3500亿多余的存款 这平均下来 相对于每个家庭 还有5500的额外资金可以消费 这就代表 目前的火热需求 还有很强的后进 而需求下不去的最大问题 就会导致通胀继续高起 美联储就只能把利息加得更高 保持得更久 更糟糕的是 这个后进居然还在加强 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到 劳动力市场紧张的问题 这会导致薪资上升 带动通胀 周五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就继续印证着这一点 数据显示 三季度的工人报酬上涨了1.2% 这一方面是继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将这部分成本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而另一方面 它也确实在提升民众的消费意愿 面对收入的上升 民众也在加码消费 周五的数据显示 扣出通胀 环比上升了0.3% 增速又在升高 除了美国家庭富有盈余之外 企业这边也不成多让 当初的低利率 让很多企业看到了机会 赶紧趁这个窗口 多借钱融资 锁定利率 数据显示 只有3%的垃圾债会在明年到期 如果时间再拉长 2025年前到期的仅有8% 这就意味着 大部分的企业 如果不需要马上再借更多钱 他们在2025年之前 都不用面对现在的高利率 这些种种的原因 让部分经济学家认为 美联储到明年 起码要加到5.25%以上 距离现在还要225个基点 而这种高利率的维持时间 也会更久 说实话 阿基看到美联储这份报告的时候 还是挺震惊的 虽然他只是继续印证着之前的结论 但这次 他们做到了量化 让我具体的认识到美国的需求有多强 这种幅度的存款余额也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 消费很难发生质的改变 周末 美头军在主频道的视频中 就很好地分析了消费者受影响的顺序 一般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 大建消费品 比如汽车会首当其冲 接着是中型消费 比如手机电脑 然后是非必须消费品 最后才到必须消费品 现在汽车和手机电脑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迹象 但根据这个报告 未来消费放缓想要继续推进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能够很快看到 消费放缓出现在后面两类消费品上 也就是非必须消费品和必须消费品 所以我依旧认为 本次美联署例会 他们大概率还是会维持75个基点的加息 毕竟现在的消费依然很难得到控制 我认为加息的高度现在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可能是维持的时间 现在市场预计 最高利率会维持到明年下半年 美联储才会开始转向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 这次鲍威尔会不会释放出延长加息时间的信号 说完美国强劲的消费者 我们再来看看大洋彼岸的日本 之前的一期视频里 我就讲到日本政府的迷之操作 日本央行不仅不加息 还在实施量化宽松 而日本政府也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准备推出经济刺激计划 这就使得日元暴跌 导致日本原材料进口变贵 造成输入性通胀 9月 日本的通胀就达到3% 虽然和欧美各国没法比 但对于长期通缩的日本来说 这已经很高了 上周五 政府就公布了它的经济刺激计划 我看到这个计划 再集合一些数据 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虽然可能性很低 但如果成功的话 确实会让日本的经济出现重大转折 那么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上周五 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的财政刺激计划 这个计划总价值为39万亿日元 约为2600亿美元 政府声称 这个计划能够将日本的GDP推高4.6% 这个数字 别说日本了 对于现在各大经济体 都是个惊人的增速了 我们先来看看计划里的具体内容 计划打算先对高企的能源价格出手 从明年的1月至9月 将日本的家庭能源开支减少20% 不仅如此 为了稳定住汽油的价格 政府会实行油气价格补贴 防止市里的油气价格继续上涨 另一边 计划也会对有新生儿的家庭提供补贴 支持中小企业涨薪 还有推动出口和外国人来日本旅游 其中 政府希望这个次第计划 能够达成让外国游客在日本消费5万亿日元的目标 在我之前的分析里 我就说这个计划好像从头到尾都在推高通胀 帮助消费者应对通胀 和吸引外国人来旅游 都在推高国内的需求 这就给了物价上涨的动力 鼓励企业涨薪也会推升需求 而从企业端来讲 人工成本上升之后 那就更有动力去涨价了 我也认为 当前日本的通胀 不是政府想要看到的通胀 政府想看到的是需求爆发后 所导致的物价上涨 而不是日元贬值造成的输入性通胀 但如果换个角度想 输入性通胀可能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 那就是打破日本长期的价格预期锚定 日本的民众在长时间内的低通胀 甚至通缩 已经养成了价格不会上涨的预期 这就让企业转价成本变得很难 如果部分企业涨价 就会让民众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但如果是大面积的原材料价格上涨 从而导致全面的价格上涨的话 那么转价成本这件事情 或许就没有那么难了 其中 日本CPI的上涨表明 全面价格上涨正在发生 而另一个数据显示 日本的批发价格9月同比上涨了9.7% 创了5个月以来的新高 这就意味着日本企业的利润率正在受到很大的挤压 但在这个时候反而是过去十几年最容易把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的时候了 消费者的需求还很旺盛 零售9月份的数据环比上涨了1.1% 不知道日本的企业会不会趁机打破以往的成规 来塑造新的消费者预期呢 短期内 涨价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需求 但如果形成新的预期 让日本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更高的话 或许能够给经济长期带来一些新的活力 而短期内涨价影响的需求 或许可以从外国人来日本旅游这边找补 日元的大幅度贬值就让外国人觉得日本的物价很便宜 即使涨价了也会比之前的价格要低 对于需求的影响有限 而日本和美欧之间的利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拉大 这就给了日元继续贬值的压力 让企业有了更大的涨价空间 届时 外国游客或许会成为日本经济很大的一个增长动力 当然 以上这些只是分析了其中最好的结果 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日本的长期通缩压力 老龄化依然存在 给新生家庭补贴也不能指望全国的生育率就能上去 还有终身雇佣制 职场文化等问题会拖累经济 所以 我在这里只是提供其中的一个角度 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每件事情背后的可能性 下面再来看几条小消息 苹果的iPhone生产可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今早 路透社报道称 为苹果组装手机的富士康 在中国的郑州工厂受到疫情的影响 产能可能下滑30%以上 富士康是苹果最大的iPhone组装供应商 负责苹果全球70%的iPhone产量 而郑州这个工厂是富士康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雇佣了超过20万人 对此 知情人士透露 郑州工厂还有一部分人留下继续维持生产 但富士康正在努力提升深圳工厂那边的产能 希望能够弥补一部分的损失 上周分析苹果财报的时候 阿基才说 苹果有一定的风险要注意 评论区的部分观众也表示同意 没想到这个风险这么快就来了 只不过这次不是需求端 而是供给端出了问题 富士康的这个消息 刚好出现在了iPhone销售最旺的季节 要是产能受损严重 可能会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 届时销量也可能因此下滑 受此消息影响 苹果今早一度跌了2% 两周前花旗的CEO说过 全球各个国家将会陷入滚动式衰退 目前看来韩国可能是率先进入衰退的国家了 今早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工业产出环比下跌了0.6% 已经连续三个月下跌 统计局声明 工业产出的下滑有部分是因为台风的影响 特别是钢铁产业 工业产出也包含芯片 中国的疫情管控也影响了芯片的产出 让IT产业的需求下滑 使得库存堆积严重 然而韩国这次下滑最独特的 是服务业的产出也环比下跌了0.3% 这就和美国欧洲各国不同 另外零售下滑了1.8% 代表着韩国民众开始明显感受到了通胀的压力 正在缩减支出了 除此之外 投资也下滑了2.4% 主要原因是企业减少购买新机器 代表着企业认为未来的销售将会很疲软 这也是韩国自7月以来 第一次看到工业产出、零售、投资 三项数据一起下滑 整个韩国经济恐怕正在全面萎缩 高盛经济学家上调了美联储的加息预期 上周五 高盛将美联储的终端利率 也就是本次加息周期的最高利率 上调了25个基点 为5% 这则新的报告预测 美联储会在11月份加息75个基点 12月份加息50个基点 并在明年的2月和3月份分别加息25个基点 高盛也是第一家整体上调加息预测的投行 不过阿吉认为 这次上调预期对市场影响并不大 因为市场现在就预测了终端利率会接近5% 所以高盛此次上调 更多是为了跟上市场预期所做出的调整 按优优独播剧场רת.com